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这样洗脸,60岁都没皱纹 只要简单步骤,快点转给身边的女性朋友看吧 疼老婆的男师还等什么?转了吧 我们天天都在洗脸 只是知道每天洗脸可以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单轻一些 其实我们在洗脸的时候 只要在我们的脸盆中放一点东西 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白嫩,有弹性 我们还等什么?一起去看看吧 1.在水盆里放上一点盐 它不光只有杀菌的作用 还可以去除我们脸上的油脂 特别是那些油心肌肤 长期使用可以清除我们脸上的油脂 这样我们的脸上就不容易长到痘了 2.如果你的脸是干性皮肤 可以在您的脸盆里适当的加一点蜂蜜 洗脸的时候轻轻的拍打 你的脸部长期使用 可以让你的肌肤年轻十岁 以前你的干燥皮肤也会慢慢的消失的 3.在你的脸盆中放一点粗 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光滑有弹性 因为粗本身就可以改变我们肌肤的酸碱度 长期用它洗脸 我们脸上还不容易长痘 4.如果你是工作在电脑前的白领女生 洗脸的时候在水中加一点绿茶 可以有效抵抗服饰 茶叶的柔酸作用 可以让我们干燥的皮肤消失的无影无踪 长期使用还可以让你的肌肤毛孔变息 其实在生活中只要多加那么一点料 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变得更加白皙有光泽 靠一双手的几个手指在脸上拍拍打打 就能把周文拍掉 若不是亲眼所见牛耳的现场示范 还真不相信 驱眼带的天然食材 1.桃米水加蜂蜜 桃米水是一个神奇的呼呼法宝 不但会使皮肤变得白折无瑕 还能有效的驱除服种 而蜂蜜更是呼呼良品 含有大量风胶 能够有效的拉紧皮肤线维 紧致肌肤 因此有眼带的妹妹可以将两者混合 取眼膜一枚浸在混合屋中 然后附在眼睛上大约过15分钟取下 连续复一个星期对驱眼带有奇效 2.冬瓜片驱眼带 冬瓜的主要功效是利尿驱失 必能够消肿排毒 因此冬瓜对驱眼带也有一定的效果 冬瓜驱眼带的操作方法十分简单 将冬瓜切成薄片 然后敷在眼皱15分钟 集合取下 3.红萝卜加蛋清 藕粉 方法也很简单 将胡萝卜 藕粉和蛋黄 放入搅拌机搅拌 然后直接涂鱼 眼皱 等干了以后就可以洗掉了 这个方法其实也可以优于全脸 它可以在皮肤上形成一层膜 使皮肤赖紧 回复弹心或细腻 4.物理方法驱眼带 物理方法主要是直冷腹 热肤法 如果妹妹的眼带是刚刚才形成的 那么这种方法很有效 热肤法主要是在睡觉前使用 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睡夜循环 保证明天早上不会形成眼带 而冷腹法则多用于清晨 主要是为了救急 让眼带润油缩小 冷腹最好是用盐水 而热腹最好是用橄榄油 这两种液体都有益于前环眼带 5.眼霜选择驱眼带 很多人都觉得既然眼带是水肿形成的 那就证明眼部的水分过于充足 就不应该选择保湿的眼霜 其实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 眼带的存在下降说明了眼部缺水 因为眼部没有皮质分布 而血液循环的缓慢 让水分很难在眼部储存 因此有眼带的妹妹选择眼霜 首先就要选择保湿的 每天拍脸三百下 世界著名品牌 法国满力宴最近邀请台湾美容教主牛耳老师 为杭州的VIP会员开讲了一堂 基附无灵保养法的美容讲座 同时现场示范擦脸和不能小瞧这个派派打打 牛耳说她认识一个六十岁的老妇人 脖子上仍是没有紧纹 奇窍门是每天用化妆棉 沾上滋润爽肤水 轻轻拍打至少三百下 坚持一段时间 把脖子上的脚制成 仍是给拍没了 同样的道理 亦可以用在脸上有周纹的部位 比方对付鱼尾纹就用两根手指撑开侧脸 用眼孤活腹眼霜每天至少轻拍两百下 过半个月就会发现鱼尾纹也被擦掉了 胎神奇了 看哪个部位 不顺眼就用擦胎和腹三个最简单的动作 而且三百下并不可怕 一边做其他事 一边就拍完了 俗话说得好 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介绍女性 并如何延缓颈部皮肤率老 不少女性都只将目光放在自己的脸部肌肤上 忽略了颈部肌肤 据上海时光整形外科生活美容课佐副院长介绍 颈部皮肤是人体最脆弱的部分之一 也是最容易衰老的部分之一 所以美颈保养得到能够守住你的年龄秘密 颈部护理思步骤 第一步 前后活动活颈 向前要达到中部 向后时 也要让颈部深深的弯曲 让头部和地面达到平衡 第二步 侧向活动活字 向左右两侧交替转动活颈 使它的侧面肌肉充分得到伸展 第三步 全方位转动活颈 用头部画大圈带动活颈 向右转弯 再向左转 第四步 用双手内侧 手掌和指度部位交替 从锁骨向上倾拉至下巴 这个动作 双手从颈部一侧开始移动 到另一侧重复做六至八次即可 让你变年轻的四大排毒饮食 解毒四节 木耳 猪血 绿豆 蜂蜜 这些是功效显著且最为廉价的解毒食物 木耳因生长在背阴潮湿的环境中 中医认为有骨气活血 凉血滋润的作用 能够消除血液中的热毒 此外木耳 猪血因具有很强的滑肠作用 经常食用可将肠道内的大部分毒素带出体外 绿豆 灰干性寒 有清热解毒 利尿和酵熟 适合的作用 蜂蜜生食 新凉能清热 熟生 新温和补充期 味道甜柔 且去润肠 解毒 止痛等不能 印度民间把蜂蜜看成使得愉快和保持青春的良药 解毒二君子 古花 古茶 一般说来 苦味食品 豆 口感瑞苦 鱼味甘甜 具有解毒功能 并可清热 趋热 古花具有消暑 敌热 明乌解毒之功效 科学家对古花所含成分进行分析后发现 古花中存在一种具有明显胖癌生理活性的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能够激发体内免疫吸毒 防御功能 增加免疫细胞的活性 消除体内的有害物质 中医认为茶叶微干苦 吸味寒 能缓解多种毒素 茶叶中含有一种丰富活性 物质茶多分具有解毒作用 茶多分作为一种天然康氧化器和清除活性氧自由基 其对中金属离子沉淀或还原和作为生物减中毒的解毒剂 另外 茶多分能提高机体的康氧化能力 将低血脂 缓解血液高明状态 增强细胞弹性 防止血酸形成 缓解或延缓东麦周氧硬化和高血压的发生 排毒使者海呆 海呆中还有一种叫做硫酸多糖的物质 能够吸收血管中的胆固醇 并把它们排出体外 使血液中的胆固醇保持增长含量 海带表面有一层略带甜味的白色粉末 是极具医疗价值的甘露醇 它具有良好的利益药作用 可以治疗身功能衰竭 药物中毒 浮肿倒 排毒小足 日常蔬菜 在我们常识的蔬菜中 也不法解毒工程者 如西红柿 甘酸胃寒和清热解毒 生津 止河 凉血 活血 冬瓜 甘丹胃寒 清热解毒 利尿消肿 花痰 止河作用明显 丝瓜 甘瓶 心寒 有清热 凉血 解毒活血作用 黄花 竹粉能清热利尿 芹菜可清热利水 凉血清甘热 均有姜血压之功效 胡萝卜和与中金属骨结合 将其排出体外 大酸可使体内鲜的浓度下降 蘑菇可清洁血液 红薯 芋头 马铃薯等 具有清洁肠道的作用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到这里结束 你们喜欢的话 请按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